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件事脱离了控制轨道 他们宁可不要这个机会 袁洁盈1969年出生在香港 51岁 算是平己之意随心而活的典范 她的人生充满了太多迂回翻覆的戏码 她与娱乐圈的结缘戏剧性极强 1985年黄柏明投拍开心鬼系列电影 挑选演员的时候 想找一个既符合角色特点 又能让人眼前一亮的演员 接连几天都毫无进展 正当为了选决一筹莫展之际 这天 她在街头发现了一个跳脚吵架的小姑娘 小姑娘一头短发 碧玉年华 虽然面目扭曲地指着男朋友一通恶语 却依然不失明艳动人 她越吵越凶 男朋友的气焰渐渐被她压住 到最后干脆静若寒蝉 任由她一人施展何东施吼 黄柏明走上前 先是劝住了袁洁英 接着掏出名片 礼貌地递了过去 并且诚意十足地邀请袁洁英 去她的公司试镜 袁洁英到底是一个小姑娘 渐渐收住怒涉 很显然她对于黄柏明的锤青 有些意外 几天后 袁洁英通过了世系正式禁足 对于一个展现在自己眼前的新世界 她目不暇接 她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与这个新世界融为一体 甚至成为其中最耀眼的一抹亮色 这部电影让年纪轻轻的 袁洁英小路锋芒 出场作为一个明星的甜与苦 接连拍了几部电影之后 袁洁英签了新公司 并且决定出世英题 以专业歌手的身份发片 在新的经纪公司 袁洁英遇到了徐日琴 徐日琴 曾是张国荣梅艳芳的御用制作人 才华横溢 卓越不群 艺术创作能力为业界所称道 两个人出见的时候 徐日琴便对芙蓉如面的袁洁英 一见倾心 随着交往的日益加深 徐日琴对袁洁英的格外照顾 也让她对这个大哥哥见声好感 加之徐日琴的过人才华 更让她倾慕 互蒙爱意的两个人 终于走到了一起 后来 袁洁英与徐日琴甜蜜出街 被小报记者逮了个正着 转天两个人的恋情便上了娱乐版头条 对于他们的这段恋情 小报记者做出了恶意解读 极尽耶语讽刺之能事 说出出茅庐的袁洁英 只不过想凭借徐日琴在歌坛站稳脚跟 目的不纯粹 袁洁英看到了报道 心里非常挫火 更是不理解 传媒为什么对自己如此不友好 性烈如火的袁洁英 终于在一次媒体见面会上针对此事发威 当时有记者问他 是徐日琴的业内地位还是个人才华吸引了他 袁洁英虽然年轻 但也听出了记者来者不善 于是就情绪稍显激动地表示 自己发片并没有靠男友 取得的成绩也是通过努力一步一步得来的 袁洁英的这句赌气的话 将徐日琴的作用全盘否定 既为媒体炮制两人恐生情变 提供了所谓的依据 也让徐日琴心灰意冷 觉得自己的劳动 没有得到女友的认可 这一次访问 成为两个人心生隔阂的分水岭 自此 他们之间的误会渐渐加深 最后竟然不可调和到了分手的地步 曾经的激情浓烈 到头来只剩下一场喧嚣空洞的回忆 与徐日琴分手后 袁洁英进入了新的战场 TVB 开始了与电视剧之间的不解之缘 在TVB 袁洁英遇上了直到今天依然念念不忘的郭富城 袁洁英是郭富城合作次数最多的女演员 两个人堪称TVB当时的最佳CP 在电视剧《风之刀》中 袁洁英和郭富城演了一对表面斗得不可开交 心里却彼此倾慕的欢喜冤家 电影《危险情人》里 郭富城与袁洁英再度联手试验情侣 将警察嘉辉与歌手阿敏的一段感人至深的恋情 演绎得贴切到位 之后 他们又合作了《笑侠楚留乡》 与烈火狂奔 并合唱了后者的主题曲《天涯凝望》 甚至在郭富城的歌曲《我为何让你走》的MV中 袁洁英也轻轻现身 将不舍与难离的感受 诠释到无以复加 随着合作的增多 他们之间开始四处弥漫一种微妙的气息 郭富城对于袁洁英而言 就像经过一棵开花的树时 迎面迎来的花瓣女 裹挟着甜蜜与浪漫 与树下经过的她纠缠交织 无论是她的外表还是灵魂 都与她的少女之心对应碰撞 她第一次真正理解了 面对缘分要不容迟疑 郭富城的魅力 从每一个寒毛孔 每一个明亮的眼神中散发出来 每一次迎向她 袁洁英都会感到有些许晕眩 她知道这就是爱的感觉 灼热 野性 依赖 甜蜜 无法准确定义 只能用心体会 然而他们的甜蜜相处极其短暂 好似一夜之间 既从快乐步入惶恐 因为郭富城的粉丝不同意她与袁洁英恋爱 强烈要求两个人立即分手 甚至向经纪公司寄来写书一封 是将有情人拆散 郭富城在上世纪90年代属于当仁不让的顶流小生 与如今的顶流明星相比 其影响力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她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在粉丝中引起轩然大波 而导致事业停摆 一边是如日中天的演艺生涯 一边是情投意合的恋人 郭富城显然爱美人 但更爱江山 两个人的爱情的花朵 没开多久就宣告凋零 然而在袁洁英的心中 这段暗香却始终藏匿于心田 告别了郭天王 袁洁英不仅失了爱 事业竟然也跟着举步不前 曾经爱过 曾经红过 而这一切宛如一夜之间都与她无缘 一切如梦 就在袁洁英情场职场两失忆的时候 惯于在温柔乡里 左右逢源的刘鸾雄闯入她的世界 这是一个注定没有结果的情局 但又有谁能在大刘潜与关心的纠缠无尽中 不为所动呢 尤其是对于刚刚经历情商 急需抚慰的袁洁英来说 刘鸾雄对每一个跟过她的女性都出手阔绰 对于最美短发女神袁洁英 自然也是慷慨有加 一书笔下的喜宝说 如果没有很多很多的爱 我便要很多很多的钱 这也许是袁洁英彼时最真实的内心写照 香港各大媒体对于刘鸾雄送给袁洁英的超级跑车 与山顶豪宅做了大篇幅报道 并直言不讳 说袁洁英与刘鸾雄在一起就是为了钱 这回 袁洁英已然不见了当年的火气 面对记者的质疑也只是一笑了之 不置可否 刘鸾雄的原配保永勤 对于跟大刘走得很近的女性 几乎都是恶语相向 只有关之灵和袁洁英得到过她的认可和赞许 她说袁洁英非常乖巧 在大厅坐着 半天都不出声 没错 袁洁英永远都是人群中最低调的那个 既威胁不到保永勤 又不会动多余的心思 岂是一个乖自了得 然而 哪怕强悍如李嘉欣也黯然退场 更何况是乖乖的袁洁英 想尽了大刘三年的荣宠后 她等来了和李嘉欣 关之灵一样的命运 原来看似无心 经历过方之友情 反倒是当初柔情款款的大刘 无情的道声珍重后 手腕心欢而去 伤心的袁洁英将刘伦雄送她的豪宅卖掉 换成1400万现金搬离了这处伤心地 而这时 严重的厌食症和抑郁症又找上了她 甚至让她一度想到轻生 恰逢倚天屠龙记找到袁洁英 希望她能出演赵敏 但近况堪忧的她 出演角色已然力有不歹 只能婉拒 最后 剧方找到了黎兹接替她 也正是从那一部剧开始 黎兹的人气才开始反超袁洁英 2003年 袁洁英带着遗憾西营 她还曾经与有白花油王子之称的 严甫伟交往过 然而就在严甫伟被曝兴取向不明朗之后 两个人悄然分手 随后 袁洁英又陷入了与女闺蜜软家新之间的蕾丝传闻 2011年 袁洁英去看了郭富城的演唱会 发现她身形销售后 竟然没有克制住自己 通过社交媒体表达了对昔日男友的疼惜之心 无论袁洁英何去何从 亦无论她漂泊至己时 郭富城仍然是她即便回归不了 也可盼回归的旧港口 虽然曾经的激情早已涣散至近 但他们之间不远不近的距离 却永远弥漫着温情 带着一种平静下来的坦然 对抗着生命的空洞和爱情的遗憾